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二十八问 基督的身高在于哪些方面呢 回答 基督的身高在于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并在末日要来审判世界 身高就是由卑微身至尊贵 基督的身高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 由死里复活 第二 身上高天 第三 坐在阿爸父的右边 第四 授权将来要审判世界 感谢主 那么圣经中又是如何启示我们的呢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经上记者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阿们 使徒行传 第十七章三十一节 经上记者说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阿们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节 经上记者说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阿们 感谢主 这是基督徒的盼望 被上帝预定拣选的人的盼望 我们盼望主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是按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愿主快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圣帝祝福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